黃主席已經失事兩週年了 那你對他有什麼懷念 是很懷念 因為在過去總覺得有黃主席在 好像家裡有個大人 那有什麼事情去問他一下 他都會給我們答案 如果他沒有答案還會給我們鼓勵 那就好像家裡有個長輩 讓我們感到都很安心 那他現在不在了 就要感覺自己要自力自強 黃主席跟我有一些故事 我今天聽到賴靖憲說吃日本料理的故事 我也有一個故事 是跟他吃苦肉的故事 我在選舉的時候有一天 我們很不容易 我回家裡睡覺 電話就叫我 聽電話說是什麼事 還是我的秘書發電話說 主席跟黃主席有用 他已經等了半點很久了 我完全都不記得 所以我不想塞我自己的車 趕去看我們的黃主席 他坐那個車在等 他看到我的時候 一瞬間想起就沒有 他找我是什麼事情 他是因為我在選舉 有人拜託他拿一些捐款給我 所以我們的主席很忠實地去南部把錢收回來 還拿來給我 主席都沒有說不開心 我就說主席 不然我們來吃牛排好嗎 主席就說很開心 說好啊 我就想說這樣很好 因為他的身材是這樣 我就想說不然我們來吃牛排 他說好 我就留著中毒就是說這樣好 但是看他很開心 所以我們兩個就去吃牛排 他整塊牛排都吃到乾淨了 整個盤子都吃到乾淨了 他也很開心 他很開心 他很開心 吃完之後我說主席 你家是住在那裡 他說他住在那裡 他說他住在那裡 我說主席 不然我帶你回去好嗎 他說好啊 所以我就再帶回去 再帶到他們家的行李 在他們家的門外 要再說再見 整個盤子 我覺得有一件事 就是主席很喜歡跟女生吃飯 主席很開心 主席很高興 是有女生帶他回家 對我吃飯 提升 用女生帶她回家 我真的覺得 下班 很久 我們生活中的故事 也好 還是我們政治的事 也好 我們的主席 都以一個很自然的態度來面對 尤其是我在做主席的時候 有很多困難的時候 如果有困難的時候我都去找他 他有答案的時候他有告訴我 如果沒有答案的時候他就讓我鼓勵 叫我自己想 但是如果有的鼓勵我就知道 我一定會想辦法去處理這個問題 這幾年來 我當主席的那幾年 我經常跟他打電話 經常嘟到他問安 問事情 我又有一個習慣 就是我如果有什麼事情都打電話問一下 有答案也好 沒答案也好 問一下我就比較心安 這是我一個習慣 現在主席不在 我也覺得 像家裡沒有一個大人 沒有一個長者 讓我們覺得很安心 但是我也覺得 這是對我們大家的一個考驗 雖然主席跟我們不在一起 但是我相信今天在台中的每個人 都是少年尼 尤其是少年尼 是一個買送貨送的笑聲 他對我們的痛恥 對我們的痛痛 對我們的後輩的感情 無關多少年過去 都會留在我們的心想 他一小人的打拚就是希望 我們台灣是我們台灣人的台灣 他也希望我們台灣的名文由我們台灣人自己來作主 我們寫作和街頭的運動 我們就看到我們的吳主席 教黨先行用他的直線來斷念我們去思考 為我們自己為台灣的主席來發聲 所以做一個做台灣人的人 每一個做我們教導先生的後部的人 每一個人有一個指令 就是去深化我們台灣的民主 讓我們台灣人自己來 彰化我們台灣人的名文 我們今天在這裡 來作為 來思念我們的職業 我們也要做這個機會來互相 來提醒 提醒我們的職業 我們也要跟我們自己說 不要忘記職業 所以他的理想 也要對我們的期待 我們要繼續做會打拚 做會鄉先行 所以我今天點的歌就是鄉先行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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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ra Curtis 我們從此 此案 Council 我們到底準備了 親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